今天呢 我们要来煮 修炼的辣味饭 辣味饭 所以我们要煮辣味饭 我们要煮辣味饭 我们要煮辣味饭 煮辣味饭 煮辣味 一比一 然后呢我们今天会用的是这个 Chefology的 巨宝福黄金锅 我们做煮 来 先放你了 多醉 我们在家里煮这个辣味饭 有一个秘诀 秘诀后跟我说 有这个挖 有这个挖 这个我也是今天 第一次写到有这个挖 有这个挖 有这个挖就是不可以煮日本的 没味道 没味道 所以我们要稍微调味 这个是秘诀 来 这个挖要调味 我们的厨用的调味是什么呢 橡毛和菌 倒进去 然后这个呢 是沙浆 这个人叫煮辣味饭 煮辣味饭 因为口感比较好 它比较香 它不像姜 姜是比较辣 这个是比较香的 所以如果想要这个抵运的话 这个 羊 这个是香菇粉 一盒它的鲜味 对 鲜味 然后我们稍微的给它 搅拌 这样就可以了 今天我们要用的这个方式 比较特别一点点 平常是拿去煮 然后我们今天是要来蒸 刚才你有看到吗 我放这个锅进去 因为它是鱼锅 是鱼锅 是鱼锅 所以只要轻 所以这对老人是很轻便的 轻便 这个 我们拿出来 不适合 好的 所以饭好了之后呢 够一个鱼 它没有鱼 它没有鱼的鱼 而且呢 这个鱼的鱼 然后鱼的鱼 鱼的鱼 鱼的鱼 鱼鱼 来 鱼鱼的鱼 鱼的鱼 鱼的鱼 然后呢 吃的鱼的就是 抹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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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加香喽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 开火 加热它 慢慢来煮米苏 要煮米苏 因为呢 这个油脂成分呢 配合跟我们米饭的这个炭水化物 在高温底下 它会产生煤纳反应 会有一种焦香味出来 而且呢 我们今天用的是这一个 不沾锅 不够凉 不够凉的鱼 不够凉的鱼 所以用这个来做 辣味饭呢 你事后清洗的时候 也不怕麻烦 那 你听到 那我现在哔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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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哔骂 意味着呢 锅巴开始产生了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 关下火 然后把它盖起来 然后我们再去准备其他的材料 那我们今天呢 准备的辣味 有什么辣味呢 辣味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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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般的做法可能切切切切切了 之后直接放在饭上 但是呢我们今天的做法比较不一样 人家常常炒 所以常常炒在吃饭 现在炒饭了 调味了 调味了 花雕酒 焦成 然后盖起来 要炒了 10分钟 10分钟好了 人家炒了 你炒了 你炒了 这个是干纳菜 你炒了3分钟 3分钟好了 OK 3分钟 OK 炒熟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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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其实我们没有把这个烙味 放在饭上面来去蒸熟的话呢 其实有一个好处 这个烙味的时候 烙味的时候会很滑 这个味道会很熟 所以这个精华的时候会更烙 精华的 有点高兴的 你可以想起这个烙味的时候 没有这个烙味 是 OK OK 炒熟了 2分钟 2分钟 1分钟 1分钟 这样子呢 就完成了我们的 黄金锅 辣味饭 辣味饭 而且这是黄金锅 千金难买 千金难买的黄金锅 在这个地方 ここ才提醒 这个演算是黄金锅 是黄金锅